我昨天沒有講幾點,所以那個 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幾點? 沒有,跟安老師昨天沒有講幾點,所以那個很多人不知道 好吧,沒關係,所以我沒有怪他們啊 就算他們知道沒來,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啦,因為 本來今天就是你們放假 所以沒關係,OK 今天22號嘛 所以 那個什麼 我們來算日子 OK 22號 所以今天到星期五 因為 為什麼要算日子,因為 我昨天算一下,我覺得不得了 什麼叫不得了,來今天我們上 今天 有一節課 OK 今天這樣算一節課 一節課,我用 有上課的我就用紅色好了 用綠色好了 星期一到五都有課嘛 因為我無節課,所以都有課好 然後 開學之後 開學之後,OK開學之後 開學,這邊是開學 我們到 24號喔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24號會是 這學期的最後一天啦 結業室 這天會是結業室 會結業室 好 好 然後勒 通常 結業室的前一週 就會是 最後一次斷考 對 那因為這一學期就 原本三次斷考就改成兩次了 OK 我相信你們應該聽老師說過 所以 這邊是 我們就 以我們的經驗 我雖然我還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 考試是幾號喔 因為教務處還沒有 公佈 OK所以我也是拆的 OK我也是拆的 所以16、17號如果是考試 16、17號考試 因為你們要考 兩次嘛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看喔 我們從6月2號開學 6月2號開學 所以 兩個月內 我們 不到兩個月 你看 6月2號 只有6月是完整的一個月 然後 7月只有 三個禮拜 然後你要考 所以 七個星期你要考兩次試 所以差不多三個半 三個星期 的一半 多一半 你就要考一次考試 所以 你看呢 所以好 如果 16、17號是 最後一次考試 那 其中考是什麼時候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少說也要一個月前嘛 對不對 也要 6月10幾號 對啊 6月17 15、16、17、18、19 這一週嘛 因為 我不可能 我放這一 如果放 22、23、24、25 才過兩個禮拜 馬上又考試了 怎麼可能 所以 最 最少你也要放在 15、16、17、18、19嘛 可是你2號開學喔 所以意思是說回來 兩週 馬上 就考 第2次 第1次考試喔 所以 假設啦 OK 假設是18、19 OK 那也蠻敢的 OK 如果是11、12 那第1次很敢啦 後面就 你懂我意思啦 如果是11、12考試 那你還有 1、2、3、4 4個星期可以準備 最後一次考試 OK 那 假設啦 我們就猜啦 假設一樣 我們猜就一樣 16、17 好不好 OK 16、17 其中考試 其中考試 OK 那我們 上 能上的課 也不多啦 幸好我們已經提早考了 OK 我們已經把 回來你們只要考第8章第9章就好嘛 對不對 可是喔 也不要高興的太早喔 OK 雖然說一次考試考第8章 考第9章 可是你自己想 如果是16、17 我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其實兩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我就要怎樣 我就要上完第8章 然後讓你們可以考試 第8章呢 內容蠻多的 也就是說 我第8章我考不完全部 我頂多考 8-1 到 8-1 8-1 然後 8-2 我在那麼快也是 8-3 左右而已 OK 最多在8-3 然後所以就變 最後一次考試我要把 第8章跟第9章全部考完 這樣 OK 所以 蠻 就 我看一下 8-4 8-5 8-5 8-5 9的話是9-1 跟9-2 OK 我們其實也可以直接看嘛 直接看什麼 直接看 你們的 好 第8章有幾個單元 我看一下 8-1 8-2 8-3 8-4 8-5 8-6 8-7 哦 還不少咧 我應該 至少都可以考到 第一次應該可以考到8-4或8-5啦 OK 所以 8-4 現在可能就從8-5開始 總之 還是會很趕 OK 還是會很趕 OK 還是很趕 所以 嗯 對 雖然我們 幸好我們提早 把第6第7章考完 那 嗯 可是啦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樣 到時候再看 OK 到時候再試情況 說不定 其中考試我還是會加一點 第6章跟第7章進去 那放心 我不會 我可能就放在加分題 OK 加分題 考試我可能還是會放一點第6章第7章的題目 可是 一定是加分題 那加分題 就是超過100分以後的題目 OK 所以 8-1到8-4 這裡占100分 然後第6第7 我如果有放第6第7章的題目 一定是 第100分以後開始算的題目 所以 OK 嗯 我還是蠻仁慈的 OK 好 我都自己講 都沒有人反駁我 喔 有比較多人了 好 來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我們剩下 線上課程剩下一週多一點 那我不能 我就不可能 完完全全就繼續講 微積分了 因為我微積分差不多講到一個段落 我就要停了 OK 微積分差不多講到 一個段落我就要停 為什麼 因為我可能還是要繼續 講 那個第八章 OK 那第八章 你們也可以先看 如果你 你有空的話啦 OK 反正都在家嗎 欸我先問喔 你們在家都在幹嘛 我想了解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 賈斯汀你在家都在幹嘛 我嗎 沒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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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做什麼好玩的事情嗎 比如說 去 寫程式還是 或者是 幹嘛 玩 玩 玩樂器 你們會玩樂器嗎 還是 畫畫 柯一層你會畫畫嗎 會 會喔 對嘛 OK 那李烏倫呢你咧 你在家幹嘛 玩手機 是 知道 歐文你在家幹嘛 歐文你在家幹嘛 看電影 歐文你在家都看嗎 就是等 等可能會出去 出門 所以想出門 OK 啊 那什麼 好啦就這樣啦 啊你們 你們是 因為 因為我是想說如果星期二我不上課 你們就21 22 23 24 25 連續五天都不知道幹嘛 對不對 所以 我22號上一下課25號上一下課 那你們至少 就是 空白的五天至少有兩天是 有有有有有事情可以做的 還是你們覺得就算你老師你不要 上課我也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 沒有 沒有 其實我很好說服的 什麼意思 你只要說服我說 老師我有 比上課更有意義的事情要做 那你只要說服得了我 我就 我就真的不上課的 我很好說服的 你只要拿道理 上課最重要 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 我自己 我自己是覺得 上課不重要 那可是是因為 目前來講 沒有比上課 好像沒有比上課重要的事情 所以那我們只好上課 如果你有比上課更重要的事情 那你可以不上課我也不會怪你 我也不會 我不會 我沒有在講企劃喔 OK我講的都是 心理話喔 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比上課重要的事情 真的你不來上課 你之後看YouTube 其實沒關係 OK OK 好 所以 不要講廢話了 我們 開始 OK 今天 今天我要做的事情 沒有很 沒有很辛苦 什麼意思 我就拿題目 OK 一題一題給你們看 OK 1到12題 那天我們寫過了嘛 那我們今天寫 之後的幾題 然後 一題一題寫 OK 那你們就跟著我寫 就這樣而已 就這麼輕鬆 OK 好 所以 我們現在 開始 我先把它 截圖下來 你們等我一下喔 好 好 回到了 我們來看 這一邊 有看到畫面嗎 我們從第13題開始講 因為1到12題我就不寫了 因為那一個只有 微分的加減法 我們現在講的是 我們開始講 你看到 以後英文 這個 這個Product Rule 這個 這個就是在講什麼 這個就是 微分的懲罰 我 給你們看 這一邊 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個不是 這個OK 這裡 這個 這個 微分的 我也不知道 東文叫什麼啦 這個就是什麼 微分的 乘法 就是 我覺得那樣講的就是 微分 U跟V的話 OK 把一個當作前面一個當作後面 就是 那什麼 微分後面乘前面 然後微分前面乘後面 OK 就是 你可以選 U'乘上V 加上 V'乘上U OK 微分後面乘 微分前面乘後面 加上 微分後面乘前面 好 那這個是 乘法的 OK 微分的乘法 那微分的除法 OK 微分的除法 叫這個 微分的除法 OK 是這一個 這個 OK 那這個一樣 OK 因為它是上下 U跟V是上下 微分之後 那我們再講一遍 微分之後是怎樣 先微分 前上面的 乘下面的 減掉 OK重點是減 減掉 微分下面的 乘上面的 然後底下就直接 V平方 OK 底下不用微分 直接開平方就好 好 所以我們直接來寫題目 直接來寫題目 嗯 在哪裡 在這裡 直接來寫題目 好 所以第一題 不是 第13題 第13題 好 第13題的話 它跟你說Y等於 什麼 3-S 的平方 然後 S 3次方 -S S-E 你可以先試著寫 如果你比我快的話 你可以 先寫 沒關係 所以 微分Y 我可以直接寫成什麼 Y OK 就微分Y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我也可以寫成這樣 OK 把Y拿去微分 對S的微分 DY DX 好 怎麼樣 好 這個東西 前面的這個就是 U 後面的 就是 V OK 好 所以 我們開始怎樣 先微分前面的 微分前面的 你已經 你應該很熟了 OK 加減法的應該 很快啦 那其實很簡單 3微分 變成0 -2S -S 平方 微分變成-2S OK 好 我再寫一次公式好了 OK 你會得到 那什麼 N U 乘上 微分前面的乘後面的 加上微分後面的乘上前面的 所以 微分後面的3微分變0 然後會得到-2S 好 還沒完要怎樣 乘上後面的S 三次方 -S 加1 OK 還沒完 還要再寫 這只是前面的部分 我還要再寫 這個第二項 所以 加上 加上 因為我沒辦法往右寫 就是也可以啦 OK 所以 好 再來是怎樣 微分後面的乘上前面的 所以 後面的 怎麼樣 因為還有兩項 前面 還有三項 微分之後會得到很多項 所以 3S S的三次方 微分就是3S平方 我忘記錄影了是不是 有錄影了 OK 3S平方 然後-S 微分會變成-1 加1微分變0 OK 好 微分後面的 然後呢 乘上前面的 乘上前面的 3-S平方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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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一部分 OK 所以 我們再來看喔 OK 這是U 這個-2S 這個-2S U U 這後面的 這個就是 V OK 然後呢 3S平方 -1 這個是V Prom 那這個就是U 那這個就是U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整理一下 把它沉進去 可以沉進去 然後再做加減 OK 所以你可以先做 可以不用等我 所以-2S 四四方 加2S 平方-2S 好這邊一樣沉進去的話 你會得到 加 9S 平方-3S 四次方 然後-3 加S的平方 OK 所以你會得到-5S 四次方 然後有三次方沒有 然後剩下平方 2加9 11 11加1 12 加上12S 平方 然後-2S -3 可以嗎 可以 OK 好 因為我位置有限 所以看影片的人 我接下來會把這一個 插掉 所以你可以 影片先這樣暫停 然後 抄一下 那沒有看影片的人 那 你之後就-如果不會再去看 我在-這邊我就把它 插掉了 OK 因為 因為 因為你其實自己寫也可以啦 OK 再來第16題 所以13題我寫完了 現在我們寫16題喔 我就不每題寫了 我就跳 因為後面還有 其他題目 一樣16題 y y 等於 1加上S平方 乘上 OK S的 四分之三次方 減掉 S的 -三次方 OK 好你可以自己先寫 看 你跟我寫誰比較快 啊 OK 說不定你比我快啦 OK 所以 微分y 一樣 微分前面的 1變成0 S平方微分變成2S 微分前面的乘後面的 所以後面的就照寫 OK 三分之四次方 四分之三次方 減掉S的-三次方 好 加上微分後面的 後面的話 四分之三次方 拿下來 減1 所以你會得到-四分之一次方 好 然後這一個-三拿下來就會變成 正三 然後-三再減1-4 然後再乘上 1 前面的那一箱不用動 OK 1加S平方 好 這個 好 後面我們就乖乖啦 OK 乖乖 什麼叫乖乖就 一步一步把它撐進去 我也是有時候懶惰 好 2 S 會得到 四分之三加1 就會得到四分之七 OK 再來 減掉 減掉2 S的-二次方 因為其實這個就是一次方 OK 相乘的話指數就相加 好 後面繼續 把它乘進去 所以第一個是1 1乘上這兩個前面的還是兩個前面的 所以就照寫 有人賴我 先不要理他 OK 然後乘進去 然後再來 來 S平方乘上去 那前面的 係數我其實可以照寫 沒關係 只是指數 我要思考一下 好 -四分之一 加上2 所以 加上2就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加上四分之八嘛 OK 所以你就得到 四分之七 然後 再來這個相乘 加上3 S的-二次方 好 指數 指數一樣的 我們就相加 減 OK 所以 2S加上這個 你就得到四分之 八加上三 十一 然後S的四分之七次方 OK 這個 好了 再來 下一個次方是什麼 好 就加上 四分之三 S的-四分之一次方 這個也好了 再來 -二次方相加減 所以你得到 加 -二加一加三 所以你得到 正一 好 -二次方 這個也好了 好 最後才到 加上3 S-四次方 OK 好 就這樣 我會太快嗎 應該還好吧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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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 基本上啦 各位同學 如果你已經 你已經寫到哪裡 寫到這裡的話 OK 剩下的 紅色的話 你其實寫到紅色的 紅色的地方 就已經 夠了 剩下像 底下 OK 底下這一句 藍色這一句 就是 你就算沒寫到 來不及操也沒關係 因為 以你的數學能力 你一定有辦法寫出來 OK 如果真的不行 你之後再去看影片 好 就這樣 插掉 再來 我再寫個幾題 我再寫個幾題 哪幾條 我們挑難一點的 OK 比如說 像第19題 好像看起來很難對不對 好 就挑19題 還有什麼 還有22題 哦 這個是 這個東西是沒有的 這個東西是 滑鼠的那個 鼠標 剛好停在那邊 它就會 那個什麼 OK 所以再來 22題跟 26題好了 26題 再一題好了 再一題 有根號的 比如說 23題 25題也可以 還是24題 不管 反正 我覺得我講不完 所以先開始寫 來 第19題 我可能會稍微快一點 OK 好 第19題的話 後面的就是 上面的是乘法嘛 底下開始就是除法了 OK 所以G G其實 其實它只是 它這個掛弧S 你可以不用管它 你就算不寫也沒關係 OK 它掛弧S是什麼意思 表示裡面的 那個什麼 這個函數裡面是有S的意思 OK 你不用管它 寫不寫都沒差 OK 那既然如果它有寫 那有時候你還是寫一下比較好 OK 加0.5 OK 所以 寫不寫其實沒差 OK 好 所以微分它 就G 對S進行微分 好 來 現在我們來看 這個上面 上面的是U 除以V 所以公式 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寫成 先怎麼樣 先微分上面的 乘上 底下的 好 減掉 微分底下的V 乘上 上面的U 最後 底下的怎樣 開平方 所以 我跟你說 像這種題目 第一件事情怎麼樣 你底下直接S 加 0.5 U 掛乎平方 OK 想都不用想 底下一定是長這樣 然後上面我們再來慢慢做 上面慢慢慢慢做 好 先微分U 所以 S平方-4 微分 你覺得-4 微分就變0了嘛 所以微分後 你會得到2S 好 2S乘上 S加0.5 所以上面的造寫 OK 再來減掉 這個減很重要 好 微分底下的 0.5微分 就是0 OK 我不管你0.幾 你0.4 0.3 0.2 都一樣 微分之後就會變成 0 常數微分變0 所以剩下S S微分 1 所以 就-1嘛 1可以 那就寫了1 好 再來 微分底下的乘上 上面的是S平方-4 好 所以 底下我們就變成多少 底下分母我們就不要開了啦 OK 2S乘進去 2S平方 然後 再乘過來 這個就是2分之1 所以你就得到 正S 好 減掉 S平方 OK 減掉S平方 這個乘進去是- 在乘後面就是正 所以加上4 OK 下面的造寫 OK 底下我們就不展開 麻煩 OK 所以就變成S平方 加S 加4 OK 底下的造草 就好了 OK OK 好 所以 當我寫完就是我要查掉的時候 OK 所以我查囉 可以嗎 不回答就是可以 OK好 可以可以 好那我查掉 再來22題 好22題 22題齁 他這邊寫W等於多少 2S-7的-一次方 然後乘上S加5 好整理一下-一次方就是分母嘛 所以是2S-7分之S加5 OK 所以W可以寫成這樣 那W為分 你知道一樣 OK 底下先怎麼樣 底下直接開平方 OK 直接開平方 一定不會錯 底下開平方一定不會錯 好 再來 微分上面的S加5微分 剩下1 OK 5微分變0 所以乘上2S-7 好 減掉喔 重點喔 減這個很重要 好 微分下面的 2S微分變成2 7微分變成0 好 乘上S加5 所以 OK 簡單 簡單嘛 OK 好 所以 2S-7乘1還是一樣 OK 可是因為這個-2 乘進去會得到-2S-10 OK 所以我這邊可以跳步驟 我讓我跳步驟好不好 OK 所以2S跟2S等下會相減 所以相消啦 因為這邊有一個正2S 這邊有一個-2S 好 這個-2乘進去 會變成-10-7 所以你會得到-17 OK 所以2S 2S-7 乖乎平方 OK 就這樣 這一題 看起來 還好 OK 沒有什麼問題 好 再來 插掉 好 25題 25題 說不定我們把這兩題講完就沒了 OK 好 V 等於 1加S -4 根號 S號 有根號耶 哇 有根號就難咯 怎麼辦 騙你的 OK 有根號也一樣 1加S 把它整理成1加S -4S 把它變成指數 幾次方 油輪 什麼 1加S -4S 的幾次方 2次方 2次方 喔 很好 OK 這樣嘛 對不對 對啊 沒有錯 2次方 2次方 2分之1次方 它是根號 OK 好 所以 來 所以微分的話我們說什麼 底下直接平方 所以底下只有S 喔 那 超好做直接S平方 好 先微分上面的 1微分沒了 S微分你會得到1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4S的2分之1次方 微分 好 2分之1拿下來 你會得到 -2 然後 2分之1 再減1 所以會得到-2分之1次方 OK 微分上面的 乘上底下的 底下是S 所以乘上底下的 好 減掉微分底下的 微分底下的 微分之後就變1 好 然後上面的造成 1加S -4S的2分之1次方 OK 所以把它全部 寫出來 OK 好 這邊有 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正1 OK 這個-1沉進去 這邊就會變成-1 所以這兩個會 待會會會消掉 所以我等一下就不寫了 OK 所以前面會得到 欸 Sorry喔 我寫錯了喔 這邊還有一個S 我忘記看了 好 S沉進去 OK 我慢慢做啦 S沉進去 所以你會得到S 減掉好 -2 S的-2分之1長 乘上S 就是-2分之1加1 所以你就會得到 2分之1次方 這邊可以嗎 有人可以嗎 我S沉進去 1 乘S還是S -2分之1 欸不是 -2 S的-2分之1次方 乘上S 就會變成正的2分之1次方 好 這邊一樣沉進去 沉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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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是S平方 底下是S平方 所以可以消的消 正S -S消掉 所以 這個是-2 這個是正4 所以相加減 你會得到2S 好2分之1次方 我們就把它變回 之前的根號 S就好了 回-1 底下是S平方 OK 結束 5分鐘應該可以把最後一題講完 好 好 差掉 OK 26題 26題我稍微講快一點 R等於2乘上 根號Seta分之1加上根號Seta 所以把它 通分變成一個 一項 所以根號Seta分之2 2 2 2先放底下好了 OK 2乘上 OK 這邊就1加上根號Seta 乘上根號Seta 就等到 等於Seta 好2乘進去的話 你就得到什麼 2加上Seta 除上好 順便把它改一下 變成Seta的幾次方 2分之1次方 好 所以我去微分它 Rprong 我寫在這邊 OK Rprong 你就得到 好 一樣 微分 底下直接 怎樣 底下直接 瓜乎先開平方 OK 再來做上面的 上面的話 微分上面乘下面 所以2微分變0 Seta微分變1 1乘上底下的Seta 2分之1次方 好 然後 然後 Seta 然後 射上 上面2 加Seta 所以把它 整理一下 上面就變成什麼 Cita 1 2 然後這個沉進去 我這邊少寫一個2Cita OK我用 我自己我補上去的我用藍色 OK 所以這邊應該 這邊應該是變成微分應該變成2 然後 這裡 OK 我剛剛 少寫一個2 所以藍色的是補上去的 所以這邊是2Cita 的Cita 2乘上Cita的2分之一次方 這邊沉進去的話 好一個一個沉 第一個 先沉這個 所以負2分之1乘2你會得到負1 然後負1 然後Cita 負2分之一次方 好再來 乘到後面的這一項 一樣 2分之1跟2相乘 就 剩下1 所以負1 負 好 Cita的負2分之一次方 乘上Cita 你就得到 Cita 2分之一次方 OK 所以 底下是 底下 2分之一次方 開平方 所以 1次方 所以 所以 誰可以做加減 OK 這一個 前面第一項跟最後一項可以做加減 一個正一個負 所以 相減之後你就剩下 Cita 2分之一次方 減掉Cita 負2分之一次方 好 底下是什麼 底下是 Cita 好 所以 相除 相除就是 那什麼 我就可以寫成這樣 Cita 2分之1 除上Cita 減掉 Cita 負2分之一次方 除上Cita 所以 我就可以寫成 因為它是除嘛 就可以寫 2分之一次方 減1 然後這邊是 減掉 Cita 負2分之一次方 再減1 所以你得到 Cita 負2分之一次方 減掉 Cita 好 負2分之1 減1 就得到負2分之 3 OK 所以答案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OK 大概是這樣 26題是這樣 剩下一分鐘不到 OK 今天的課就到這裡 結束 那 對 沒有作業 沒有作業 要點名嗎 老師 點名 不用啦 我都說今天是那個什麼了 今天 沒來上課可以看YouTube OK不點名 拜拜 好 謝謝老師 沒看到就去看YouTube 好